接著我們把這個流程稍微把它講完一下 那您可以看到就是在這裡 第二個你現在有腳本企劃完了之後 接著我們是要拍照 就是進行拍攝的動作對不對 真正開始了 當然你要找演員怎麼你自己決定 那再來就是要拍攝 拍攝其實說真的 我們現在大部分都是比較陽春的 就很單純就把它錄影或者拍照對不對 你可能比較沒有像那麼專業打燈光 還有收音 但是這個我們一般在什麼 看到外景節目都會看到有沒有 尤其收音的部分 不是在主持人上面有疊麥克風 就是有什麼 有一個很長的對不對 收音那為什麼一定要這樣 因為我們平常的拍攝都是什麼 全都錄對不對 所以其實效果會比較差 當然如果我們只是出去玩 或者朋友聚會啊那都還好 那都還在可接受範圍 好那再來其實我們魏力導覽 真正做的主要就是後製這一段 後製這一段 因為我們一定會有遇到什麼 要剪接的地方對不對 再來要做什麼配音配樂 就算沒有配音也會有配樂吧 很多時候我們會加著音樂進來 把這個現場美化一下 那為什麼要做剪接 除了說有一些怎麼樣 拍到不OK的 不看入目的有沒有 要剪掉 另外還有很重要是 你就今天出去玩 不管是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還是一整天真是好幾天的 請問你會不會花完整的 一模一樣的時間 再重新review一次 不可能我們一定都是什麼精彩片段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們一般的電視新聞 他在報導一個活動的時候 頂多只有幾秒的時間 大概一到兩分鐘 算是很多的對不對 都報精華嘛 精華就好了 所以一定要剪接再來 單純只有拍的很多人不喜歡 所以會加上一些所謂的特效 加上一些什麼動畫 所以為什麼你比較很多人會喜歡什麼 比較喜歡看綜藝節目 不喜歡看自己拍的 還有一個很特殊的情形 我以前常常聽到朋友在講 因為我們現在手機錄影機都很方便 所以也沒有那種喜宴的場合 很多人喜歡方便拍耶 我來我來我給你用 但是常常都拍完就丟著就走了 再見 因為後面要剪接他不想剪 他只想拍 因為剪接要花的時間 錄的時間還長對不對 尤其是什麼 影片不是自己錄的時候更慘 因為都沒做腳本 所以你要全部看完才知道 原來那裡是好的 因為有些不OK的是要剪掉 所以說其實我們講的腳本企劃是很重要 如果你要真的認真拍的話 哪一段到哪一段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常常看到人家在拍片的時候 會有一個這個東西啊 這樣啊 上面就有寫東西啊 有沒有 為什麼那個 不是為了好玩 耶 開始 上面都有寫字 這是第幾幕 然後哪一個有沒有 拍攝的時間 所以就是為了方便那個剪接的人看 對吧 不然他們也知道這要寫字 對不對 所以他再去跟什麼 他的這個腳本 對不對 分鏡頭去看說 這是對到哪裡 那當然這些都是比較標準的啦 如果我們 不需要我們做業餘的 就給他慶差一點 不要緊 反正你拍的高興很重要對不對 還有後面要看的高興嘛 所以你就會很多人就做一些特效啦 那最後呢 做好之後你就做輸出了 那以目前來講 各位請問你們家裡還有騷入器嗎 有的 我也要問一下 你多久不一樣用啊 有的只是裝飾而已 我告訴你 對不對 很多現在都是放著 但是你也沒去買片子 而且我今天有帶 以前其實我都比較認真啦 我出去玩的 還有就是像我最近 參加我們那個社團的 我以前真的很認真 我都會像這樣把他就是 我們去哪裡玩啊 我就會把他錄起來 我就用DV嘛 然後就做成影片還做封面 但是我後來發現最近因為 朋友聚會有需要有沒有 還有以前有那個人家結婚的啊 人家這種結婚的 我去給他拍一拍的 我的拍子就送給他 然後呢 現在呢就發現說 我放到光碟片裡面 怎麼樣 光碟機裡面 竟然都讀不到 很多現在都讀不到啦 光碟片現在才出幾年 很多以前不是說 百年不壞嗎 結果用十萬年就壞掉了 都塌了 百年以後光碟機沒有了 有光碟片也沒有用 對吧 所以其實你還是要放在硬碟 或者是放在硬端上 這樣比較安全一點 還好我以前有很多 我有做備份 所以其實現在用到DVD 光碟片的機會真的少很多 更不用講藍光對不對 藍光只是用聽而已 你有看過藍光的DVD嗎 很少嘛對不對 你也不會特別去買 好OK 那所以現在呢 主要我們一般的家用的主要 都是放到網路上最多 因為這樣要分享比較方便 分享比較方便 那攝影機如果是在電視台的 也許會有機會回錄到袋子裡面去 因為這樣做保存會比較好 就是品質上會比我們做成DVD那種還更好 他們會需要這樣的需求 這樣有沒有了解大概的流程了 了解的話 應該手也開始癢了對不對 你沒有操作只看我講 這樣不太行 所以剛剛呢 大家已經把軟體打開了 好這段我就先到 我可以看到 就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